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6月7日 克罗地亚破合法国 周二凌晨 欧国联机战联场 其中联赛阿组中的阿组上演一场焦点战 克罗地亚迎战法国 上半场安迪 布迪美亚单刀被扑 双方均无剑术 下半场爱迪恩 拉比奥特单刀破门 安卓尔卡拉玛丽亲自操刀12码命中斑平 最终克罗地亚一比一战合法国 比赛开始 4分钟 安迪 布迪美亚右侧接直传球杀入禁区被防守球员封挡 18分钟 克罗地亚反击机会 马迪奥 高华西直转左路安迪 布迪美亚 后者杀入禁区单刀射门被迈至篮单手扑出 31分钟 莫杀 迪亚比右路直传基斯度化 尼昆古禁区内窄角度挑射破门 随后球正吹罚愿位在先 入球无效 39分钟 克罗地亚后场失误 莫杀 迪亚比禁区右路拿球窄角度射门被门将扑出 上半场战罢 两队互交白卷 一边再战 52分钟 维森 宾捏打转身传给前叉的爱迪恩 拉比奥特 后者禁区单刀推射破门 法国客场一比零领先克罗地亚 71分钟 卢卡 摩特利中路湖顶拿球晃开防守球员后远射被迈至篮扑出 83分钟 克罗地亚获得12码 刚刚上场的装拿分 哥鲁斯进区内侵犯安卒尔 卡拉玛利 随后安卒尔 卡拉玛利亲自操刀主罚12码命中 克罗地亚一比一法国 88分钟 克罗地亚后防出现失误 安托恩 基斯文抢断后禁区窄角度射空门未能命中目标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克罗地亚一比一与法国握手言和 感谢你收听安博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